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 师父对发书有不同的开示 如果是由于 如果是由于把这么好的法门 去介绍给其他人 那么他的功德呢 不但可以消业障 而且功德不会减少 会得无边无量的功德 并且如果到时候 是发出的书被丢弃了 是不是也会没有业障 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你发书的时候呢 比方说人家要看 你发给人家 那你当然有功德 你看见一个人明明不要的 你像发广告一样的 把卢台长当广告一样的 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 人家扔掉 你本身这个一定会有一点点流露的 所以最好不要把台长当广告 你先跟他讲 讲几句话 让他能够听了 有兴趣了 或者给书给他看看 你要看吗 他觉得要 他伸手了 你才给他 这才要有功德 或者你就学 昨天意大利那个小女孩 先弄一张报纸 先给人家看看 人家报纸有兴趣了 然后我们再把书给他接一样 感恩师父 那么如果呢 他是处于 为了做功德而去发书 那么这个功德消除业障后会减少 如果出现书籍被丢弃的话 是不是就有业障了 应该不会 只要他很用心的去发 他会消业障的 因为这个发书能够度到人 但是呢 就算人家不看 其实人家现在也很尊重 这些佛法的东西 不应该会丢弃的 听得懂吗 就像我们看到一本西方 比方说圣经啊什么 我们也不会把它扔掉呀 酒店里他都放一本啊 对不对呀 我们也放在边上 看不看是你的事情嘛 对不对呀 尊重其他法门 尊重所有的宗教 那佛教才会在世界上成为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 能够让世界和平的宗教之一 这很重要 谢谢师傅开示 那么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恩师卢君洪台长 杭州共修组呢 也向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忏悔 向恩师卢君洪台长忏悔 忏悔平时 弘法过程中的不如理不如法 杭州共修组一定做好 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好佛子 做恩师卢君洪台长的好弟子 跟随恩师一门精进 正信正念正能量 弘扬心灵法门 广度有缘众生 以示修成报佛恩 最后祝恩师卢君洪台长 法体安康 功力增强 常驻在世 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你还要我增强功力啊 谢谢 谢谢 好